大家好,我是Hey Jones,首席电工 夏天是拍摄照片的好时节 良好的光照能很大程度上缩小器材之间的差异 那么,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拍出清新通透的夏日感照片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后期技巧都有哦 搜索关键词Hey Jones 关注银河系最酷的无人机团伙 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想要夏日清新感的照片 肯定要选择晴天出去拍摄 拍摄场地最好选择公园之类有绿色植物且宽阔的地方 绿色的元素是增加画面清新感的力气 而宽阔的场地能够得到更加简洁的构图 另外,文化创业园之类的场地也非常不错 壮色的景物能让画面更加养眼 本期的模特是BB姐 不过,无论你要拍摄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她的穿着一定要简洁干净 简单的连衣裙,浅色的T恤都是不错的选择 拍摄时可以轻松一点 轻松自然的笑容是夏季照片最好的表情 这里我使用的是Sony A7M3 由于没有钱 所以镜头选择了比较便宜的F1 501.8 想要更强的虚化可以上85焦段 还没有卖定焦也没关系 可以用变焦镜头的长焦段离近一点拍摄 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虚化 如果你连相机也没有 那就用手机拍吧 前期条件如果达标 其实手机也是可以拍出夏日清新的感觉的 而且现在很多手机都有虚化功能 使用得当的话可以获得接近相机的虚化效果 所以下面的教程同样适用于手机哦 其实大家对于夏日清新感的照片是有强烈共识的 所以这也导致构图非常套路化 大致的思路是两条 近景特写以人物侧帘为主 突出侧面拢阔 可以选择有光影反差的地方提升光线的质感 背景以绿植等简单景物为主 不要有过多的复杂线条 远景拍摄全身或者半身 简单的绿植背景 构图方正可以突出人物神态 如果是其他背景线条比较复杂时 拍摄角度则可以多样化 另外人物可以向前走两步 让背景虚化一面详细 好了拍摄完成 前期准备做得足的话 后期就可以更加轻度 这里我重点分享思路 所谓的夏日小清新感 总结一下就是整体明亮 肤色通透 高光 加蓝 加青 比如这张图 我们可以这样调色 是不是特别夏日小清新呢 这里我也把这一版的 XMP预设文件分享出来 导入lightroom即可使用 桑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回复夏日小清新即可获得 别忘了自己根据自己的照片调整 别生搬硬套哦 当然了 这也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风格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拍摄 与后期思路 可以留言讨论 更多拍摄技巧和产品测评 别忘了关注 黑中文字微信公众号 B站的朋友 欢迎订阅投币点赞充电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